現在的民調看起來總統的好像跟其他有意參選的人還是有點落差 我們最重要的行政部門就是把工作做好 然後把政績交出來 那這個就是對總統候選人最好的一個浮選 所以過去我們當然有一些事情也許做得不夠好 那我們要更加努力 那另外也有一些攸關整體經濟發展 譬如說這些重大的物價產業這些怎麼樣落實 所以行政部門的工作就是做好自己的角色 會員長最近有兩個人很紅 一個是鄭文燦因為他進了辦公 然後一個是潘孟安 就屏東燈會已經結束到現在還在燒 有人就形容說民進黨內也有這個北南兩大天王 就是這個聲勢堪比韓國瑜 怎麼看這兩個人是人氣串色 他們兩個都是在他們的行政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的 那新媒體新的工具 當然對他們的政績來講一定會加分 尤其像潘縣長這個燈會有一些都去了一次 至少有一些都去了三次以上 所以我覺得對他個人來講是加分 這個也提醒我們說其實這個英雄比氣場 這個好的政績才是人民對我們政治人物的期待 副院長那個副院長跟蔡總統這邊好像政策上面協調 好像比以往的副院關係來得更順暢 猜了很多像是同婚還有老車補助等等 對民進黨比較傷害的議題 那你怎麼看總統跟院長這邊是心結解開了嗎 那他們施政是不是更加順暢 本來就大家合作無間嘛 畢竟我們都是一個黨 那總統他是這個民選的這個首長嘛 最高的首長 所以他當然在第一線會碰到很多的這個民意的一些反應嘛 那我們行政部門就是總統開菜單 然後我們一定要把菜做好 做滿 讓這個政績能夠呈現嘛 所以本來就大家合作無間 所以這個菜是炒的比以前還像嗎 炒得快 炒得好 炒得準 是吧 是吧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